台灣最強的力量是我們的民主制度 共產黨可以跟大陸14億人說 民主不適合中國 那是美國的東西 那是英國的東西 那是歐洲的東西 他怎麼跟說服大陸人民說 台灣民主很成功啊 台灣不是同樣同文同種嗎 為什麼台灣可以實施民主 為什麼大陸不行呢 他沒有辦法說服啊 我的祖父 是在中共的監獄裡面 上吊自殺的 我的外祖父 是在北京的監獄裡面 被中共槍斃的 我的爸爸媽媽 每次談到這個事情 都非常難過 所以我們怎麼可以親中賣台呢 他去抹紅侯友宜 如果侯友宜是親中賣台 全台灣大概沒有人不是親中賣台 以他的背景 中國有沒有想戒選 他一定想啦 這個很簡單嘛 對不對 但是他能不能成功呢 不能嘛 因為台灣人已經看多了 沒有什麼影響啦 但是民進黨不能什麼都講中國戒選嘛 everything is 中國戒選 對不對 做不好也是中國戒選 這個也是中國戒選 那個也是中國戒選 你做不好就是做不好吧 什麼不可能什麼都是中國戒選嘛 對不對 他去抹紅侯友宜 侯友宜 如果侯友宜是親中賣台 全台灣大概沒有人不是親中賣台 以他的背景 那大家可能不了解我 我的祖父是在中共的監獄裡面上吊自殺的 我的外祖父是在北京的監獄裡面被中共槍斃的 我的爸爸媽媽每次談到這個事情都非常難過 所以我們怎麼會親中賣台呢 當然像我出生在台灣 在台灣受教育 在台灣長大 在台灣做事 當然是忠於台灣嘛 忠於中華民國嘛 但是個人個人個人不重要 你還是跟大陸也要談啊 拜登真的喜歡習近平嗎 I doubt it 但是拜登也要跟習近平談嘛 你必須要談嘛 你不談 你不溝通怎麼可以呢 對不對 所以溝通還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一直在強調台灣的民進黨政府 對台灣的民主沒有信心 這點我很奇怪 陳水扁也去過大陸啊 呂秀聯也去過大陸啊 蔡英文也去過大陸啊 賴清德也去過大陸啊 蕭美琴也去過大陸啊 他們都去過啊 那大陸沒有請他們吃幾頓飯嗎 大陸的官員沒有請他們吃幾頓飯嗎 他們吃了幾頓飯就變成共產黨了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里長去 就是說 檢察官都出動了這一次 誰在戒選啊 是民進黨的司法在戒選 所以我為什麼這樣講說 我沒有對我們的民主制度有信心 我再強調一次 台灣最強的防禦力量不是飛彈 你再有什麼愛三愛二你有限 台灣最強的力量是我們的民主制度 共產黨可以跟大陸14億人說 民主不適合中國 那是美國的東西 那是英國的東西 那是歐洲的東西 他怎麼跟說服大陸人民說 台灣民主很成功啊 台灣不是同樣同文同種嗎 為什麼台灣可以辭職民主 為什麼大陸不行呢 他沒有辦法說服啊 對不對 那剛剛侯市長也提到 他要開放大陸觀光客 馬英九在的時候 最多一年有420萬大陸觀光客到台灣來 我們將來會比這個更多 500萬 600萬 700萬都可以 你自己想想看 假如一年有700萬大陸人 甚至一千萬來 十年就是一億啊 假如這些人到台灣 覺得台灣好 民主 這個社會我們喜歡 這個制度我們喜歡 台灣人有禮貌 客氣 食物好吃 如果有一天大陸有幾億人到過台灣 或是有好幾萬幾十萬學生到過台灣 大陸想用飛彈打台灣 這些人都會反對啊 台灣好好 你為什麼要打台灣呢 所以溝通交流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民主制度也是最重要的 當然國防很重要 要準備 但是你光靠國防說實話 你只是給它一個嚴重的打擊 但是它還是很大嘛 它的國防預算是我們的17倍 1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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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很難跟它比這個啦 所以你溝通還是很重要 一方面要嚇阻的力量說 你如果打我 我要你受傷慘重 你不會輕易打我 那另外一方面還是要溝通嘛 要溝通 那剛剛有人問說 到底維持現狀維持多久 能維持多久就維持多久 儘量讓它維持久一點 我想香港一國兩制是失敗的 那台灣絕對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香港三個禮拜前的區議會選舉 投票率只有27% 27個百分點 就表示香港人已經用腳 反對他們的制度 特別是國安法訂定以後 那黎智英先生是我的好朋友 我們常常一起吃飯 因為他是美食家 他每次到台灣來 都帶他的香港的廚師來 請我到他家吃飯 我們常常交談 他代表現在已經被關了 超過一千天了 我在台灣有好幾次公開的聲援他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不可以 在上次選舉利用了香港 贏得了選舉 然後之後就不管香港了 香港人很多想到移民台灣 民進黨也想盡辦法阻擋 用各種法令來阻擋 我覺得我們應該張開雙手 歡迎香港的朋友到台灣來 如果他們想要來台灣的話 而且香港有很多人才 不管是金融 不管是科技 不管是國際貿易 各種方面他們有非常多 非常優秀的人才 那對於香港 我覺得我再一次呼籲 北京應該善待香港 應該要善待黎智英 給他一個公平的審判 而不應該 現在黎智英要自己請律師也不准 然後由政府給他派了三個法官 要審訊80天 那個結果 大概我都已經可以預知什麼樣的結果了 所以呢 北京如果這樣對待香港 台灣人民是看在眼裡的 台灣人民是絕對不會接受一國兩制的 我想第一個我們很歡迎嘛 那表示他對台灣這次選舉的重視 那也表示台灣在 這次選舉在美國 美國華府的心目裡面是蠻重要的 因為這個選舉的結果 可能將來會牽涉到美中台三方的關係嘛 呃 實際上剛剛侯士長已經提了 這個EURO ASIA GROUP已經講了 So American Three Dangerous Friends 三個危險的朋友 一個是尼泰雅胡 一個是哲倫斯基 一個是賴清德嘛 那 今天聯合報也把它翻出來了 所以可見美國是很關心這個問題的 如果賴清德當選 我大概可以預測不要到520 台海就緊張了 不需要到他就職 兩岸就會緊張 那道理很簡單 你們認為 今天現在兩岸關係好不好嗎 你們認為現在兩岸關係好不好 It takes two to tango 當然北京要罵了 但是民進黨都沒有責任嘛 馬英九時代為什麼兩岸都很和平呢 美國也說馬英九時代 台美關係是有史以來最好的 Solid as a rock Rock solid那麼好 那時候馬英九 美國還給台灣免簽 那蔡英文來丟了九個邦交國 短短的八年時間 那好 我要問的是說 如果今天蔡英文 蔡英文算是比較低調了 沒有每天喊我是台獨 兩岸都已經這麼緊張了 賴清德如果當選 你認為兩岸會比現在好嗎 大家想一想 兩岸會比現在好嗎 一定更嚴重嘛 一定更緊張嘛 那海峽兩岸緊張 對美國是好的嗎 我想美國也歡迎一個 和平的台海 不僅是美國 歐洲 日本 都希望台海是和平的 那如果既然希望台海是和平的 到底誰當選對台海呢 我到了大概六所大學 六所大學去面對面 跟大學生接受他們的挑戰 那我也上了幾個年輕人喜歡的節目 像賀龍樂樂秀這樣 他兩集加起來超過兩百萬 超過兩百萬的點閱 那我覺得年輕人跟我們之間 我們可以溝通一點障礙都沒有 所以基本上 年輕人基本上是很不滿意民進黨的 因為年輕人原來是支持民進黨的 但是八年的執政 他們的生活也沒有變得更好 風險反而更大 戰爭的可能性 上戰場的可能性更多 待遇薪水也不好 所以年輕人已經開始反省 那所以的確有不少人是 跑到柯文哲的陣營去支持他們 那他們可能覺得國民黨比較老 這個思想比較保守 但是剛剛 侯總統候選人也提到 這次的國民黨是非常團結的 而且實際上呢 因為國民黨已經不執政很久了 所以這次你看看 就去年的前年的這個市議員選舉 還有這次的立委選舉 很多的當選人或是提名人都非常年輕的 大概一百多個人都是三四十歲的 這個議員或是立委的候選人 那 侯市長他加入國民黨才五年 那我離開國民黨三十年 我是前年才回國民黨 我回國民黨是本來要選黨主席的 後來因為他們說我 我不能成功 因為我要回來一年才可以 我回來就是要改造國民黨 國民黨很多地方的確是需要改造 它的結構必須要跟社會結構一樣 也就是四十歲以下的人應該要佔三十幾% 而不是現在只有十幾個%這樣 那 另外就是我們這次選舉提出很多的主張 那柯文哲先生的主張我們都接納了 他的主張我們都接納 譬如他的聯合政府 他的將來想要推那個字 我們也都見到 我們將來也會努力來推動 那所以我甚至說 如果一年之內我們沒有推動 我就辭掉副總統 我這樣的決心都顯示出來的 所以我想 另外就是假定說用100分來算好了 賴清德大概看起來最多拿40分吧 40分 剩下60分 如果我們兩個分掉一個35分一個25分 那就是賴清德繼續幹 所以 這是數學 這不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年輕朋友 他到最後 最後一刻他會想 他的目標是不是要下架民進黨 如果民進黨做得很好 過去八年做得很好 那我就主張讓民進黨 讓民進黨繼續做就是了 那如果你覺得他做得不好 那就要換人吧 換人在民主政治很 是很普通的很正常的這個現象 那要換人 選票就要集中 力量就要集中 所以我認為我們最近訴求也在訴求這個 所以你選票必須要集中 你才能達到你更高的目標 好不好 謝謝華爾街日報的提問 其實坐在隔壁的邵康副總統 其實我們兩個都不是傳統典型的國民黨 因為我回到國民黨時間也不長 那邵公兄是在很多的政治批判上 對國民黨有很多的嚴厲的批評 他也好不客氣 所以其實我們兩個是跟以前的傳統的國民黨 可能有一點點大家不一樣很多的想法 所以回頭過來我們再講 時工環境不一樣 我們兩位從來對中共的意圖 我們從來沒有不切實際的一個想法 所以不管中國怎麼想 我們自己兩個就是站在台灣的主流民意上面 台灣的主流民意要我們怎麼做 台灣的主流民意就是希望我們現這一段 就是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所以我們要拿出有個具體的方式來維持現狀 當然你談到中華民國這個所謂的九二共識 我們兩位都很非常贊成一個條件最重要 我們按照中華民國憲法來 兩岸之間的主權互不承認 治權互不否認 台灣的未來是兩千三百五十萬人來決定 所以在這個台灣人民要來做決定的時候 我的方法還是以備戰為最大的優先 我剛剛講得非常清楚 我一而再再而再強調 國防今備 讓對方不敢輕易發動戰爭 絕對是我們優先的選項 你才有資格去談對話 談交流 所以要有強大的國防 要讓對方不敢發動戰爭 所以在這個方向底下 我們一定會在中華民國憲法底下 不管什麼共識 你是九二共識 什麼共識 都在中華民國憲法底下 來好好對這個話 來好好來對話 而且對話一定是平等尊嚴友善 平等尊嚴友善 讓兩者之間 能夠互相在交流的過程當中 彼此能夠尊重 然後彼此能夠協同往前走 而且我們都是以兩岸人民的福祉 為最大的優先 我們期待的是政治的考量 是擺在最後面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創造兩岸 能夠在教育 文化 民間交流 以及經濟貿易 大家彼此能夠合作 這是我們最大的目標 下一問 Kawase-san Nikai Asia 日經新聞 厚先生您好 我是日本經濟新聞社的記者 我是主要負責我們的英文媒體Nikai Asia 我常在香港的 我原來打算去問您 關於九二共識的 但是前面的記者已經問 所以呢 我問另外一個 請問 我是長住在香港呢 所以呢 現在我住在 國安法實行以後呢 我住在香港已經三年多了 情況就變了好多了 那個中方 中共主張的前面記者也提到 一國兩制是他們跟台灣關係的基礎 但是看那個一國兩制的現狀 香港的現狀 是比較不好的 對您來講 您來講呢 現在的香港的情況 是怎樣呢 一國兩制呢 他們所說的 中方說的一國兩制呢 是能夠做解釋的嗎 謝謝 我們不要冷漏了 我們副總統坐在旁邊 這個議題 請我們副總統先回答 如果需要我補錯 我才會補錯 我想香港一國兩制是失敗的 那台灣絕對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香港三個禮拜前的區議會選舉 投票率只有27% 27個百分點 就表示香港人呢 已經用腳反對他們的制度 特別是國安法訂定以後 那黎智英先生是我的好朋友 我們常常一起吃飯 因為他是美食家 他每次到台灣來 都帶他香港的廚師來 請我到他家吃飯 我們常常交談 他代表現在已經被關了超過一千天了 我在台灣有好幾次公開的聲援他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不可以 在上次選舉利用了香港 贏得了選舉 然後之後就不管香港 香港人很多想到移民台灣 民進黨也想盡辦法阻擋 用各種法令來阻擋 我覺得我們應該張開雙手 歡迎香港的朋友到台灣來 如果他們想要來台灣的話 而且香港有很多人才 不管是金融 不管是科技 不管是國際貿易 各種方面 他們有非常多非常優秀的人才 那對於香港我覺得 我再一次呼籲 北京應該善待香港 應該要善待黎智英 給他一個公平的審判 而不應該 黎智英要自己請律師也不准 然後由政府給他派了三個法官 要審訊八十天 那個結果 大概我都已經可以預知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 北京如果這樣對待香港 台灣人民是看在眼裡的 台灣人民是絕對不會接受一國兩制的 謝謝 這個補充一下 其實 我記得慶會大 慶會大學的學生會會長也講了一段話 說民進黨利用了香港的民主自由 是要給予好好的協助 結果 選舉完了以後 贏得了選舉了 卻對香港沒有採取任何的一個協助 他認為說 這樣的一個政權 是建立在民主自由 大家爭取過程的血核類 這是一個慶會大會的 學生會的制度是非常自己說的 所以我們對香港的議題 我們還是非常持續的關心 希望 我們大家 為這塊土地 都能夠堅守我們的民主自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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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or Ho Vice President Lai this week mentioned that the opposition party KMT repeatedly tried to block certain defence budgets to purchase destroyers and submarin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DPP President Chen Shui-Ben's tenor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ask if the government returns to power will you continue to purchase American weapons on the same scale as President Tsai and will you continue with President Tsai's plan to enhance Taiwan indigenous shipbuilding capabilities please 我想請教 有關於賴副總統曾經提及 在春水扁總統的時代 在野的國民黨曾經多次阻擋軍購的預算 所以想要請教 如果國民黨重返執政的話 也會以相同跟蔡總統一樣的規模 持續採購美國的武器 並且延續蔡政府的國建國造計畫嗎 好 我那很直接要這樣講 我們不僅會增強對美經過 還會加強台美軍事的合作 包括情報交換 軍事信念 我們這個都會持續 至於台灣的潛艦國造 是在2002年的5月 由國民黨立法委員林立方 大概130人所提出來的 潛艦國造的一個結議案 馬英左總統上了以後 在2014年前面展開 整個潛艦國造的整個規劃 也編列了潛艦的設計預算 更重要的 當時的海軍司令 就是陳永康上將 也成功地說服美國海軍 改變隊友方 潛艦國造的反對態度 現在的陳永康 我們也把他拿為我們的部分區的立委 所以也是為了在整個國家安全的戰略上 以及我們在國防金備上 如何提升我們的防衛能力 包括潛艦國造 他是推手之一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會不斷地往前講 而且潛艦也是 對付共金的一個不對稱戰力的重點 所以我上任 還是會繼續推動 以強化水下不對稱的戰力 當然最重要的 國防金備的能量 我們還是要不斷地不斷地提升 其實民進黨在對國防的政策的落洞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問題 比如他的前門防衛 動員是須有取表 另外他的義務役的計畫 真的很不落實 也很不務實 還有他的主戰部隊 電戰的能力是低落的 那自願意快速流失 三年就流失了八千年 對我們來講 傷害都很大 所以其實 這些就是民進黨 目前在國防整個政策上 我們必須要好好去做檢討 未來我當總統 邵康當副總統 我們一定會針對整個國防戰力 重新做好我們的國防安全戰略 我們怎麼國防安全戰略 把它拿出來在十個月裡面 拿出來 這個國防戰略就是作為我們 我國軍事戰略的指導 這樣一個指導 我第一個我會在行政院底下 成立一個內閣層級的全民防衛動員委員會 那由行政院的副院長來兼任主任委員 來誇部會行動 這樣才有辦法 至於志願意 目前流失了我剛剛講的 那當選以後 我們會開這個 快速的給他加薪到每個月 新台幣多加一萬塊 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百億加薪嘛 那當然這裡面的不對稱戰爭 我一定用機動隱匿 智慧小型大量的方式 不容易被偵測出來的 而且哪裡反制的戰力 那當然我們也會 跟美國在國防工業的整個工業裡面去合作 所以有些光合約跟工業的網絡安全 跟成熟度的認證制度 我們要把它大家協助把它做好 那像賴清德講的 他的四年國防總體檢查檢討報告 他把它當成國家安全戰爭 這個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所以 尤其他對不對稱的作戰的方式 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的整個 未來的國防安全戰爭 一定非常的清楚 那這個部分我再三給大家保證 強化我們國防經費能力 提升自我防衛能力 絕對是我們重中之重 我們該做了 我們世界報 阿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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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上阵的过去一个半月来 让国民党空前的团结 但是在蓝绿对决的情况下 白银仍坚守一方 在这个结构下 如果没有发生重大的议题或事件 蓝银要翻盘确实不容易 那请问您对年轻与中间选民 进行自主气保的策略投票 或集中选票 来帮助蓝银完成逆转胜 您有信心吗 可否分享您信心的来源 我信心的来源是因为 你也知道我自从被侯市长 这个邀请担任副手以来 我到了大概六所大学 六所大学去面对面跟大学生 接受他们的挑战 那我也上了几个年轻人喜欢的节目 像贺龙月月秀这样 他两集加起来超过200万 超过200万的这个点月 那我觉得年轻人跟我们之间 我们可以沟通 一点障碍都没有 所以基本上 年轻人基本上是很不满意民进党的 因为年轻人原来是支持民进党的 但是八年的执政 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变得更好 风险反而更大 战争的可能性 上战场的可能性更多 待遇薪水也不好 所以年轻人已经开始反省 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是跑到柯文哲的阵营去支持他们 那他们可能觉得国民党比较老 这个思想比较保守 但是刚刚侯总统候选人也提到 这次的国民党是非常团结的 而且实际上呢 因为国民党已经不执政很久 所以这次你看看 就去年的前年的这个市议员选举 还有这次的立委选举 很多的当选人或是提名人都非常年轻的 大概一百多个人 都是三四十岁的这个议员 或是立委的候选人 那侯市长他加入国民党才五年 那我离开国民党三十年 我是前年才回国民党 我回国民党是本来要选党主席的 后来因为他们说我不能准备 因为我要回来一年才可以 我回来就是要改造国民党 国民党很多地方的确实需要改造 它的结构必须要跟社会结构一样 也就是四十岁以下的人 应该要占三十几% 而不是现在只有十几个%这样 那另外就是我们这次选举 提出很多的主张 那柯文哲先生的主张 我们都接纳了 他的主张我们都接纳 比如他的联合政府 他的将来想要推那个制 我们也都接纳 我们将来也会努力来推动 那所以我甚至说 如果一年之内我们没有推动 我就辞掉副总统 我这样的决心都显示出来的 所以我想另外就是假定说 用100分来算好了 赖清德大概看起来最多拿40分吧 40分 剩下60分 如果我们两个分掉 一个35分一个25分 那就是赖清德继续干嘛 所以这是数学 这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年轻朋友 他到最后 最后一刻他会想 他的目标是不是要下架民进党 如果民进党做得很好 过去八年做得很好 那我就主张让民进党 让民进党继续做就是了 那如果你觉得他做得不好 那就要换人吧 换人在民主政治很 是很普通的 很正常的现象 那要换人 选票就要集中 力量就要集中 所以我认为 我们最近诉求也在诉求这个 所以你选票必须要集中 才能达到你更高的目标 好不好 我们 CNN的 Wayne Mayor Ho, good morning You have campaigned on the basis of dialogue and engagement with Beijing How will you balance Taiw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event and also in the event that engagement with China comes at the expense of ties with the US and the wider world Wider Western world How would you do? What would you do? 我想请教 您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都提到希望能够对话 以及跟北京有进一步的互动 请问在台湾对美 以及对大陆的关系当中 如何能够取得一个平衡呢? 也就是说 能够在跟北京 有更多的互动情况之下 假设要怎么做 不会影响到台湾跟美国 还有西方世界的紧密关系呢? 这里面我特别强调 美国是我们坚定的 民主自由的同盟国家 那我们现在台湾最大的共识 就是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在这个基础上 其实来面对 大陆的两岸关系 所以一定用求同存异 我刚刚讲的主权是互不承认 治权是互不否认 那两岸以前也曾经用这样一个方式 产生互动 所以两岸从民间低位的 开始慢慢逐步的建构一个官方 可以对话的谋事 所以这些对话才可以防止意外 才可以降低冲突跟风险 所以就像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司令文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他认为中美也是激烈的竞争 就需要更密集的外交来管控 我记得拜登还谈过了 一个嚇阻 一个用外交的关系来降低风险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走的路 尤其美国也强调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台独 甚至很多美国的协议专家也在谈 说要不要冻结台独党干 所以我和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路线是一致的 我会反对台独 我是坚定的反对台独 那相对的我也说反对一国两制 我是坚定的坚守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 这才是台湾该走的中间路线 他们应该要走的这个中间路线 所以两边在整个中间的路线 当中台湾要自信自立自强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对话跟交流 在国防金是强背以外 就是要对话交流 才能够把风险降低 所以我们为了扮演台海的和平促进者 也和美国作为一个区域和平的稳定的方向一致 所以我常讲过三句话 台海安定 台湾安全 世界就会放心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方式来看 整个台湾在台海这个状况里面 我们台湾要负起责任来 走出自己有信心的路 跟美国跟大陆 一样我们要走出我们自己的路 让我们办理一个 真的是一个和平的自尽者 其余的稳定者 Sky News Helen Smith 前面这位 第三排 对 谢谢 Helen Ann Smith 从Sky News 现在的现况 在民进党执政底下 已经不是所有的现况 它是慢慢的已经倾向 两边在冲突过程当中 激临兵凶战略的状况 所以大家不要把 维持现状 如果今天现状 大陆的战机经常过来 那叫现状吗 如果两岸之间 不小心一次急发 那问题就来了 你看我们昨天 前两天 我们的国防部都紧张 把大陆的卫星 当成飞弹在发布 如果这处理的不好 谁又晓得战争 就因为误判以后 一触即发 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还是 一定会把我们的态度 很清楚地表达出来 国家领导人 绝对不可以迎战 不迎战的方式 就是不支持台独 不要让大陆有个借口 我们有个不支持台独 所以我们要坚守 台湾民主自由制度 跟我们的自由民主同家 自由民主的同盟国家 站在一块 因为中华民国 也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台湾的民主自由 所以我认为的现状 不是民进党的现状 我的现状要把它拉回来 台湾是可以扮演一个 和平的促进者 让和平的稳定的现状 不要有战机 比过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我们要好好的跟对岸 来做协商 来做沟通 然后我们再展现 以平等支援 友善的方式 让两岸 人民副主委考虑最大的考量 把政治的一些歧义 降到最低 这才是我们该走的路 所以 目前我们面对的这些挑战 我当选总统 邵康当选副总统 我们有能力 也负起责任 让两岸之间 能够把风险降低 稳定下来 这不是台湾的责任而已 这也可以扮演世界 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件小色 不要让今天像 欧雅集团评估的 风险当中 耐清的是美国最危险的朋友 何友谊绝对不是美国最危险的朋友 我绝对是能够在世界上 扮演在台湾安全的 一个很重要的和平角色 所以我的3D策略 3D策略 加强国防兼备 何止对方不敢 轻易翻弄战争 对话交流 这就是我的态度都一致 我们有名屋的新本 圣田さ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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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語で失礼します 在马英九总统时期 引发了年轻世代的强力反弹 继而爆发了太阳花雪运 导致了民进党政权的转移 请问为什么想要再次重启这样的政策呢 今天特别谈到后帽弧 其实我现在在意的就是 我当前以后 会先针对EFA的问题 两岸的贸易协商的机制 去面对现在我们 在两岸之间的这个争议 要回到EFA的争议的争端 以为去解决问题 因为台湾的很多产品 出口到大陆的各项困难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 因为中国大陆 仍然是台湾最大的进出口市场 全世界都是一样 所以 如果去解决这个双边的贸易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贸易的政材才是最重要 尤其台湾不应该只依赖大陆 台湾应该要布局全球 所以当时我在竞选的时候 我就承诺说 我在任内 为了推动加入CPTPP 那也积极加入IPEF 甚至启动RCEP 那至于台美21世纪 贸易产业的推动进度有落后 我们会加紧把他赶上来 当然这里面 你谈到胡帽跟后帽的类似协议 我还是一句话 后帽先 那 胡帽跟后帽两个协议 一定要在我就职一年里面 完成两岸的协议监督条例 因为立法院 本来是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当时大家都谈了 要做这个 我们才可以谈后帽和胡帽 结果民进党摆了八年 都不动 你不动 你不动你怎么谈下去 这是前民当时的共识 所以我上次就是 两岸协议监督条线过 那把监督透明化 让大家看得清楚 这是我的承诺 那以后 我们还是先把后帽谈完 后处在胡帽 哪部分如果让台湾人 能够在大陆 怎么样做到最好的方式 我们一定会争取 我们台湾在经济贸易的 这些利益 站在我们国内的利益 而最大考量 所以这里特别做一个补充说明 谢谢 接下来 DPA 邱玉慈 请你举手 谢谢 请你举手 喂 两位候选人好 我是想请教一下 刚才那个 胡市长您在回答的时候 讲说 要让对方 不要有动物的准 的侵略的准备 然后我们才会 开始跟他们对话 台湾才会跟他对话 那我想请教一下 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定义 就是说 比方说他们是战机 不要再来呢 就才会符合您的这个条件 还是说 气球也不要来 或者是 他们必须要做出什么样的 改变 明确的改变 您才认为说 他有释出一个 明确的讯息 谢谢 这样子 我先说清楚 所有的国防金贝 当然我们的国防金贝 能量跟大陆是不能比 但是 我们有绝对的信心 让他不敢轻易 发动战争 他这个战争一发动 他的代价 他护不起 护不起 这个话我要讲很清楚 我们有这个国防金贝的实力 如果以现在的两岸的关系的紧张 当然我们的国防金贝能力 要更提升嘛 我们会做好整个国防 安全的战略的评估 如果这样的战略的评估 我们的国防金贝 GO 让他们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然后 我们也同时 慢慢在 平等之年友善底下 我们会重启对话 而且这个对话 各位不会 所以一下马上跳到官方的对话 对话是有层次的 比如说 民间的交流OK啊 没问题啊 民间的交流啊 比如说 我们办了妈祖啊 办了官公啊 文化啊 那平常就有在交往啊 我们这个没问题啊 路客 竟然没有问题啊 台湾是民主自由的国家 你来看看我们的路客啊 进外生来 我们这个救途 就没有问题啊 这些就有低位的稳定 慢慢来走 走到开始 官方的原则性的互动 比如说两岸共同合作打击犯罪 这个都不涉及到政治的议题 不涉及到政治的议题 涉及到两岸人民的福祉 我们就先谈 先把这个部分先谈 这个部分以前就做过 那民进党也在开 我在先谈说路客开放 他也马上跟进掉路客开放啊 所以现在本来就可以做这个路客开放 所以我们把现在到原有可以做的 先强缓 从对话慢慢去降低 交流以后 一来业民集 这信任度就会提升 我们用这个方式 两边双管齐下来进行 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得结束这场记者会 Do you do time constraints? 再延长一下 好 那我们再还有 再来提 几个 再来 我代表美联社美国联合通讯社 我有一个问题请要两位 就是关于美国华府 本周六派遣代表团来台湾 对于这个举动 你们有什么解读 谢谢 我有请副总统回答一下 我想第一个我们欢迎 表示他对台湾这次选举的重视 也表示台湾在 这次选举在美国华府的心目里面 是蛮重要的 因为这个选举的结果 可能将来会牵涉到美中台三方的关系 实际上刚刚侯市长已经提了 这个EURO ASIA GROUP已经讲了 So American three dangerous friends 三个危险的朋友 一个是尼泰亚胡 一个是泽伦斯基 一个就是赖清德 那今天联合报 把它翻出来了 所以可见 美国是很关心这个问题的 如果赖清德当选 我大概可以预测 不要到520 台海就紧张了 不需要到他就职 两岸就会紧张 那道理很简单 你们认为 今天现在两岸关系好不好 你们认为现在两岸关系好不好 It takes two to tango 当然北京要骂了 但是民进党都没有责任 马英九时代为什么 两岸都很和平呢 美国也说 马英九时代台美关系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Solid as a rock Rock solid那么好 那时候马英九 美国还给台湾免签 那蔡英文来丢了九个邦交国 短短的八年时间 那好 我要问的是说 如果今天蔡英文 蔡英文算是比较低调了 没有每天喊我是台独 我是台独 两岸都已经这么紧张了 赖清德如果当选 你认为两岸会比现在好吗 大家想一想 两岸会比现在好吗 一定更严重嘛 一定更紧张嘛 那海峡两岸紧张 对美国是好的吗 我想美国也欢迎一个 和平的台海嘛 不仅是美国 欧洲日本都希望台海是和平的 那如果既然希望台海是和平的 到底谁当选对台海比较好 好 我补充一下 我再补充一下 我们和美国方面会保持良好的过通 我们会热见美国在台海和平稳定上 大年积极的小事 我补充刚刚我们的副总统的这个一番话 这里不论怎么样 美国永远是我们一个坚定的一个同盟国家 好 那这样我们再开放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 我跟你建议 因为赖清德给他们58分钟 我要比赖清德长 好不好 OK 好 好 那我们再开放一个问题 Gentlemen at the back 好 那那位先生可以麻烦递麦克风吗 工作人员 谢谢 可以挥手吗 手挥手 Please raise your hand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Richard Lloyd Parry of the times Vice President Lai said recently that Chinese meddling in this election is the most serious we've ever seen Do you agree with that And does it concern you that Chinese manipulation is being used to promote your candidacy 那最近赖副总统有提到呢 就是有关于中国大陆戒选 可以说是空前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请问您是否同意这样子的说法 那您认为中国戒选这样子的举动 是否能够帮助您的竞选呢 好 这次选举我都觉得很奇怪 跟上次一样 而且这一次更严重 记得上次王立强事件吗 都说中国戒选 那结果呢 有吗 选上了嘛 后来还给向新夫妇一个清白吧 好 这一次更让我们很压抑耶 我那一天在谈Face跟反Face 希望赖清德对这个价值能够说明 这是被害人要问 八成名利要问 结果他说了一句话 是中国戒选 你相信吗 不但是这样子 连民进党的立委的不雅影片流露出来 居然也说 赖清德也说 中国戒选 是赖清德本人说也是中国戒选 我们的录音带 总统的录音带流露出来 民进党自己也说 中国戒选 反正一记 中国戒选 就所有事情把它抹杀掉 不但说中国戒选 对国民党 我这个获选人 还说我是亲中卖台 各位你要想想看 我这一辈子 是用拿枪杆子守护着台湾人民 对付犯人 出生日食 民进党只有空口说白话吧 哪一个人用行动去保卫台湾 我保卫台湾43年 所以其实我最不喜欢 用中国戒选 如果有证据 你就办 还有我也绝对反对 中国用任何的方式 来影响台湾的选举 这是我是坚决反对 我再三的重申 我反对中国 介入台湾的选举 台湾是一个民族自由的国家 我们台湾人民是有智慧的判断 但是对手 民进党 你做不好 不要掩盖你做不好的事实 你却老是在选举过程当中 为了赢得赠钱 用这种最廉价的方式 也没有证据 你去恶意的或是故意的去抹红别人 那你赢得赠钱 这样对吗 有证据你就好好办 你有证据你就好好办 我从来讲的司法要勿忘勿重 这才是重点 所以中国如果有任何借钱 侯友宜一定站出来说 该办该办 我绝对反对中国 该办就办 但是不能像这一条选举一样 每次都抹红别人 陆总理要补充一下 中国有没有想戒选 他一定想 这个很简单 但是他能不能成功 不能 因为台湾人已经看多了 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民进党不能 什么都讲中国戒选 everything is 中国戒选 做不好也是中国戒选 这个也是中国戒选 那个也是中国戒选 你做不好就是做不好 什么不可能 什么都是中国戒选 对不对 他去抹红侯友宜 如果侯友宜是亲中卖台 全台湾大概没有人不是亲中卖台 以他的background 那大家可能不了解我 我的祖父 是在中共的监狱里面 上吊自杀的 我的外祖父 是在北京的监狱里面 被中共枪毙的 我的爸爸妈妈 每次谈到这个事情都非常难过 所以我们怎么会亲中卖台呢 当然像我出生在台湾 在台湾受教育 在台湾长大 在台湾做事 当然是忠于台湾 忠于中华民国 但是 但是个人 personal不重要 你还是跟大陆也要谈 拜登真的喜欢习近平吗 I doubt it 但是拜登也要跟习近平谈 你必须要谈 你不谈 你不沟通怎么可以呢 对不对 所以沟通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 台湾的民进党政府 对台湾的民主没有信心 这点我很奇怪 陈水扁也去过大陆 吕秀莲也去过大陆 蔡英文也去过大陆 赖清德也去过大陆 萧美琴也去过大陆 他们都去过啊 那大陆没有请他们吃几顿饭吗 大陆的官员没有请他们吃几顿饭吗 他们吃了几顿饭就变成共产党了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里长去 就是检察官都出动了这一次 谁在戒选啊 是民进党的司法在戒选 所以我为什么这样讲 我没有对我们的民主制度有信心 我再强调一次 台湾最强的防御力量 不是飞弹 你再有什么爱三爱二你有限 台湾最强的力量是我们的民主制度 共产党可以跟大陆14亿人说 民主不适合中国 那是美国的东西 那是英国的东西 那是欧洲的东西 他怎么跟说服大陆人民说 台湾民主很成功啊 台湾不是同样同文同种吗 为什么台湾可以辞职民主 为什么大陆不行呢 他没有办法说服啊 对不对 那刚刚侯市长也提到 他要开放大陆观光客 马英九在的时候 最多一年有420万大陆观光客 到台湾来 我们将来会比这个更多 500万600万700万都可以 你自己想想看 假如一年有700万大陆人 甚至1000万来 10年就是1亿啊 假如这些人到台湾 觉得台湾好 民主 这个社会我们喜欢 这个制度我们喜欢 台湾人有礼貌 客气 食物好吃 如果有一天 大陆有几亿人到过台湾 或是有好几万 几十万学生到过台湾 大陆想用飞弹打台湾 这些人都会反对啊 台湾好好 你为什么要打台湾呢 所以 沟通交流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民主制度也是最重要的 当然国防很重要 要准备 但是你光靠国防 说实话 你只是给他一个严重的打击 但是他还是很大嘛 他的国防预算是我们的17倍 17倍 17倍 对不对 你很难跟他比这个啦 所以你沟通还是很重要 一方面要吓阻的力量 所以你如果打我 我要你受伤惨重 你不会轻易打我 那另外一方面 还是要沟通嘛 要沟通 那刚刚有人问说 到底维持现状维持多久 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 尽量让他维持久一点 那也只有这样子啦 好不好 谢谢 谢谢今天很有诚意的 总统候选人 及副总统候选人 也谢谢大家参加 我们今天的国际记者会 那记者会结束之前 我们请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 何颖留念 请看左边的媒体 请看右边的媒体 请看右边的媒体 再回到中间的媒体 请看右边的媒体 我们继续 这次结束 2024 KM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胡友仪 和 Presidential Candidate 赵邨康 谢谢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的参与 也谢谢大家前来 希望大家在台湾的这段时间 工作顺利一切平安 我们1月13号胜选之夜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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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